今儿中午咱们吃韭菜炒腰子 这个腰子呢 这个季节开了春了啊 也是属于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啊 然后韭菜呢 我今天实在是没找着这种特别细的韭菜 只能用这个大棚里的韭菜了 因为什么呢 现在开春的韭菜特别细 而且呢 要是炒这个腰子呢 味儿特别好 大家看这腰子是真的是很鲜 这腰子背后啊 都有一层膜 看到没 你把这个腰骚去完了 一捞就下来了 非常好去 腰子这个刀的深度呢 是腰子这个厚度的三分阵 你也可以切的长一点啊 这样好熟 而且呢 待会儿呢 咱们好入锅 韭菜和腰子呢 它全都是细条的 所以说呢 这个姜呢 您可以切成姜条 也可以切成姜过儿 今天呢 就是按照这个形状来切 切成姜条啊 蒜也是切成您蒜片也行 您该说 如果有这个耐心呢 您跟咱切的就跟姜一样 葱 小米辣直接就切成小米辣圈就行了 就这么多东西啊 上面这韭菜根一定要揽下一刀的啊 这一刀切下去不要了这个啊 然后切成三指块的段啊 您喜欢吃韭菜呢 您就多放 不喜欢吃啊 您就少放 喜欢就这么多就够 咱们洗腰子 您稍微搁一点盐 焯拌一下 您前面别使劲抓啊 焯 您买的时候别买冻腰子 要是冻腰子的话 那洗可就费了劲了 这样加上盐之后用温水洗 40度左右的水来洗 你看 看到没 这就是腰子的脏 再来一遍盐 这一遍盐呢 您加上之后呢 基本上这腰子呢 就差不多了 腰子洗到这样水清就行了 就OK了 来两勺鸡粉 打底啊 来一点酒 您就这一瓶盖就行 不要多 然后这水开了啊 腰子放进去 关小火啊 一定要关小火 把这腰子窜一下 千万别让它翻开 就是烧到八九十度就行 你要是一翻开就起了沫了 这水就废了 再关小火 再放进去 就是说让它断生 哎 这回行了 白了 看了没 来 咱们调一个汁啊 这个汁呢 也是比较简单 来一点酱油 这个呢 也就是在两克三克 腊鲜露 跟酱油一边多 蚝油呢 稍微多一点 胡椒粉 胡椒粉 鸡粉 糖是调味儿的啊 就调这些 综合这些味道 沿两个小时 辣椒酱 蒜蓉辣椒酱 看了吧 就这么多就行了 跟蚝油的量差不多 最后来点香油 不要太少啊 行 就这么多 大家把这个油温呢 听着这个动静巴巴响了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 你不行 你就试一下 它放进去之后就能冒泡 看了没 这油温就合适了啊 这个快速了啊 这个要是慢了就冷了 就是穿一下油 把底油 姜呛锅 小米辣呛锅 葱 腰子 这料头和腰子的香气 一炒出来 咱们这个料汁 够香 这时候放韭菜 这个颜色不够 加一点老抽啊 你要是说不喜欢色真的 老抽不加也行 没问题 韭菜香气一出来 就可以 就可以出勺了啊 好 出勺 这个菜最大的机会是吧 出汤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它把这汤包住 食于这个菜简单 最简单的 刀法也简单 而且炒法呢 你只要是 把这个料汁调完了 搁锅里边 你能炒出这锅气了 这菜就成功了 韭菜炒腰花 清明节前后 您去吃 那真的是 绝了 谢谢大家